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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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和他输了600cc的血和抢救之后 在矮晚体温经已降回到涉事37.9度 这次是皇公自从日皇发生病以来 首次承认日皇的病情严重 而在日本各地 日本人慕与祈祷 祈求上天祈福给日皇 给他早日康复 昨日一日 就有三万多日本人 在慰问策上签名 表示他们对日皇健康的关注 昨日日本有报章报道说 日皇是患了胰壮癌 而且贫臨死亡 而公内厅发言人 就对这些报道是提出抗议 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首府埃里温 继续有人上街集会 要求将鄰近的纳哥尔洛卡拉巴 自治州重新纳入阿美尼亚的版图 军队封锁了埃里温的街道 禁止群众游行 苏联领袖哥巴卓夫 第一日就僵戒纷争发表声明 表示不会容忍武法纪的行为 这里就引起疆界九分的卡拉巴克自治州 军队在首府斯折潘纳克特巡逻 搜查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气氛虽然是紧张 但是局势大致平静 斯折潘纳克特仍然实施宵禁 禁止所有集会和游行 工厂和商店继续关闭 由于交通运输 只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 令到粮食供应短缺 最近三日 阿美尼亚首府埃里温都有人集会 支持卡拉巴克阿美尼亚人的罢工 要求将这个自治州 撥入阿美尼亚的版图 在埃里温的集会 有人传出军队和群众 在卡拉巴克发生冲突的消息 卡拉巴克的共党领袖呼吁 阿美尼亚人不要相信谣言 保持冷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今天在西柏林举行联合联会 但多个团体就计划在市中心举行集会和游行 抗议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 他说会有4万人参加集会 英国、美国、法国、西德、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的财长 在联会揭幕之前 先在西柏林一座湖畔别墅 开了8个小时的会 给西德财政部一个高级班员 日前几乎在波恩 被左翼城市游击队行识 西柏林当局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 七国集团财长会后发表公布 他们同意减轻贫穷国家 1万2千亿美元的外债负担 同时强调决心稳定汇率 和改善国际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 公布对七国的经济作出了乐观的评估 认为增长会比预期的快 同时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4国集团 曾要求债权国做多一点事 帮助第三世界摆脱财政危机 汉城奥运会今天进入第九日的比赛 今早产生的女飞人和400米跨栏冠军 都是由美国的选手包办 由体育记者赛富华报道 女子百米决赛大夜门 是第三线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美国的基飞符 她主要对手包括第五线东德的德孙罗 和第六线上届女飞人 她的队友阿斯福 昌声一响 基飞符起步的特别 但的确早期在宫颈产生的癌症 可以就真的完全没有